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我们从电视媒体上听到的那些歌仔戏的曲调有很多都是新调 这些都是有创作的人 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叫张庸妍 曾仲盈 曾仲盈这个前辈他为歌仔戏写了很多曲调 那歌仔戏的这些瓜 我们台湾的瓜 除了我们从传统的戏剧 像北馆南馆他们都有吸收精细 还有外来的外疆的剧种有吸收之外 还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的景歌类的就是我们地方直接的地方的民谣 像我们在叫的那个杂粮子 杂粮子调这个是属于景歌类的东西 另外假设我们把那个丢丢当 横纯民谣的思想起 拿来唱这就是属于民谣类的 这个就是新调所以歌仔戏它 我们不要只换歌仔戏 就是包括柯家彩杂戏它的过程之中 都是第一个先从一些民间或者勾扎流传的那些景歌的系统 把它吸纳过来 像柯家彩杂戏它就是吸收三哥 吸收那些旧的柯家三哥 那个平板还有三哥老三哥子 另外它就是从民间的音乐里面 各族群有他们的音乐的小调民谣 把它吸收进来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吸收外来的音乐系统 而且歌仔戏有一段时间 日本华民化运动的时候 它曾经吸收了很多的那些流行音乐 所以叫做Opera Opera 他们就是把流行歌演奏拿到舞台上面来演出 这个包括柯家彩杂戏它的演出的过程也曾经都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新调的部分 新调的部分它比较留下来的这些曲调 几乎都是第一个好唱好记 或者它的旋律比较动听 那今天我们就选择插花女 还有那个跟鼓环吗 还有那个状元调 跟那个跟一个超琴调 这几个调子 另外其实还有很多 那为什么刚刚我请那个傅老师播放那个音乐 那个音乐是用我们谷乐器 跟其他的那个西红管线乐器边配的 它边配起来的那个曲调很高雅 那其实我们常心乐团包括我们鼓乐团 其实假设有机会我们来演出这些哇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朝这个目标 就是把这些曲调把它编着比较风雅一点 当然我们里面会有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可是相对的它就会比较 它听起来就是那种意境各方面都比较好 那这首超花女 你叫做北回力 然后它是从民谣里面吸收过来的 然后再把它加以扩充 所以民谣里面叫大叉小波 那我们再把它叫查花女 那现在我们用的乐器 因为我们的卡卡弦是定A1 这就是拉守卫定选 守卫定选 那那个三选现在我们 照理讲三选要跟他定一样 可是因为我们乐器的关系 所以三选现在是跟着 和弦 跟着二弧一起走的 我们就准备进入查花女 查花女的音乐要不要再听一次 麻烦波老师你再播放一小段 波老师麻烦一下副团长 老师那个刚刚是理事主席他们播的 这样子他们播的 可以我们可以请理事主席 再把它播一次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电端 感谢观看 谢谢我们理事主席 这个音乐 我们每次在听一段音乐的时候 它的元素 第一个我们都有一个前奏 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前奏 跟我们的瓜里面的前奏是不一样 因为它是经过配器过的 我们来看我们的普哈 当当 打拉拉林 收 收拉多拉收米 叻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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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子 弧琴 你要把拉多拉收拉成两弓也可以 你要一次一弓也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把它拉得比较圆滑就对了 收叻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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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叻 我們在所雷裡面往上數第五個音就是雷 所以雷可以應用往下數第五個音 所以前奏的四小節裡面最後一個小節 第八小節這個地方 唐波的就不一定要唐唐唐 其他的樂器就唐唐唐 這樣有清楚嗎?前奏的部分 進入主旋律了 主旋律就是開始入唱 我都有給你們寫說入唱唐詩 入唱唐詩度目的秋季 這就是我們把它編出來的入唱唐詩 入唱這是我們現代的語會 在唐朝跟宋朝的時候他們不講入唱 他們講 知不知道要講什麼? 吳老師再線上吧 吳老師 我們要入唱古早的曲子怎麼說 我不會說 老師說 唐詩跟宋詩裡面都會有記調 所以入唱就是記調 就是說我們要唐詩跟宋詩 原曲都可以唱 我們要把這些歌詞 然後把它弄一個曲子來唱 叫做記調 所以要叫做記調 我們現在要唱的是 就是渡目的秋季 然後記調 茶花女 就是茶花女的旋律入唱 這樣清楚 記就是記東西的記 然後調就是曲調的調 記調 記調 那我們講入唱是說 我們把它入唱歌詞 這樣清楚嗎? 現在我們從茶花女開始唱 咪 ソ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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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咪就是我們家的音 我們這樣在講 上面叫做茶 茶花女 或者加旋律 其實它知道 拉 哩 啦 ソ 咪 ソ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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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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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到 這就是你的切念法則 去用最簡單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把它磨盡佳花的意思 好 第三句 我們剛聽到那個音樂 那個示範的音樂是 這就是我們在長音的時候把它補音進來 第四句 這都是我們經驗法則去做架花的 那這首茶花女她在舞台上面 她們有她們的功能性 比如說一個千金小姐 或者一對姐妹花 她們要到花園去賞花的時候 然後可能會巧遺情人 所以她們唱出這個茶花女 那這個我們等到那個 回來樂團練習的時候 這些曲調我們會練習 麻煩理事主席 我們把它播放一下那個戲曲的好不好 播放有唱堂詩的 請招校長把它播放一下 我們這禮拜的音檔裡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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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唱音樂 哼哩中 舊台島 依仔 立體動 隨此黏動 美鳳氣 願見 清美 遺言中 刚刚我们把这段音乐听了 那就是哥仔细他的表现手法 第二次的时候他没有人声唱 就是让大家去做那个卡拉OK 那没有人声唱的时候 卡拉OK就是诅咒了 我们可以发现邦迪在戏曲里面 不要一直去吹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让其他的乐队去发挥 然后他只有在第三句的时候 他做 所以笔子 我们要记住笔子除非说是 有时候为了剧情的需要 或者只会需要你做一些 其他的你可以去插风去吹 那各位老师我们把乐器 大家假设有调好音的 我们准备来一次 我们先慢慢走 用火会第一弦 然后那个 湖琴的南湖的用斗收 翻罐 火片的用斗收去演奏 那这个曲子呢 他用动霄来搭配的话 也很好听 笔琴萧合 我们这次两个音档里面 有一个是用动霄做主咒 动霄跟树琴 还有树笔他们做演奏的 我们直接从前面开始 直接从前面 前奏 前奏有八小节 可以 大家试试看 接着一一二二 直接填 一二二 像這個拉多拉收你要換拔也可以 你不要換拔也可以 在戲曲裡面舞台他是不用換拔 可是今天假設我們用成一個音樂的演奏版本 給其他樂團演奏的時候 你就需要往下走了 你就要吹高音了 就一段了 叫做吉啪 唱一次叫做吉啪 你還可以再唱其他的歌詞 高老師手上有樂器嗎 假設你不唱的話 你不用樂器的話 你就用嘴巴唱 我們來一次 速度稍微放慢一點 一一二二五 吊子吊子对一下 吊子吊子 吊子吊子 你们是拉手的 低掉了 好 我们来一下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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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4 4 5 有對到嗎 你就自己拉啦 聲音不用放出來 沒有關係 這首其實假設是唱的時候要用抖手才不會那麼高 因為我們是演奏版本的用抖手 假設我們要給人唱的話要用抖手去拉 用抖手去拉 就是那個腳要用抖手 這個旋律我們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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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進到下一個釣 下一個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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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 緣 什麼叫做緣 什麼 什麼叫做 你知道嗎 把那個緣的地旋顛倒過來嗎 我們傳統戲曲裡面 有一個緣字 就是可能是其他的 所以有一個曲調叫 叫做五金釣 五金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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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它的旋律把它做個變化 所以這個甘骨環 所以這個緣字 只要其次有出現緣字的 它都是像我們 國語裡面講的轉調 或者移調 或者重新再把它變調 所以這個緣字就是 因為有一個 夾夾的五金釣 五金釣 然後我們把它做一個變奏 或者做一個變體 做一個重新再把它組合 所以這個甘骨環 哥老師手上是甘骨環沒有錯嗎 甘骨環 這個要用喇咪去演奏 演奏 有音檔嗎 麻煩我們那個 理事主席播放一下 請理事主席播放一下那個 沒有關係 再讓它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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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夠 進入 再讓它走一次 再讓它走一次 請當時 这个曲子叫做《庚古管》 把这个曲子我们再把它重新组合了以后 用不同的吊词来演奏叫做《庚古管》 我们在学这些歌的时候 第一个像我们上礼拜传统的歌 一定要记住前奏 前奏然后记住过点 记住尾声 那我们在演奏这些创作曲调的时候 一样它都有一个前奏 像刚刚那个曹瓦尼的前奏是 它有前奏 另外尾声 有时候时常会把前奏拿来当尾声 像这首《庚古管》 當当叮叹 till would you do la mi la do la ,tot ,tot 因为现在是用la 们去演奏的 la so mi la mi la mi so la mi la do la la do 就不要用do 說do了 知道这个道理吗 這樣聽到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剛剛我們知道茶花是用so的 所以你要著重的就是 so是本音,往上15度re,往下15度do 那這首曲調你要用la mi去演奏 所以你主要的音是la 那往上15度是mi,往下15度是re 這是他的屬音跟下屬音 所以la so mi le mi so la mi le do la do la do la mi le do la le do la mi le do la le la do 你就不要去用其他的音 這就是七本的一個組合 那前奏完之後我們就入唱了 他是入唱那個宋朝朱熙的官書有感 為甚麼我們這些唐詩 一定要等我們上課的時候 等我們演出的時候 或者我們樂器的時候 一定要教你們去唱 那這個唱不是用 用台語的北韋把它唱過來 不能這樣子唱 因為它有讀詩的音 還有包括我們用客家話來唱也是一樣 不要直接用那個白話的客家話 你一定要有讀詩的音 這個就要找老師來教你們 才會知道怎麼唱 我們從前奏開始 從前奏開始 在前奏 再來行 這就是 啦咪的啦 do啦 do 啦咪的啦 do 啦咪的啦 do 啦咪的啦 do 第一句 这就是甲花的 弹波的 这就是你的亲眼法则 第二句 这样去往一个七度 音乐的曲调会提升起来 这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曲调上面去做一些那个架工的东西 这个叫做跟鼓环 它的弦力相当的轻 就是比较舒畅 比较流畅 所以它就不适合去把它唱慢 那要唱慢可不可以呢?也都可以 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应用 然后读完它 用啦咪D选 拉娃 拉 缩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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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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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的 咪 咪 咪 真的 的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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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I T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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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这些曲调都蛮翻唱的 属于情境上面比较翻唱 高老师有业气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个曲笛的老师 拿曲笛统一当拉 统一当拉 我们再一次 再一次一句一句来 其他老师 假设你的乐器 我不知道调子 有没有对到我的T 你就自己拉的时候 那记住La Mi 有一些手法的味道 很一样 有没有对到的 在戏曲里面 你第一个学习的就是ソレ还有ラミ 弦乐器就是ソレ跟ラミ 不知道为什么用这样子 因为它很适合我们人的唱腔的音语 所以ソレ、ラミ、ドソ 另外再低一点的レラ 再更悲伤一点的ミシ 那高一点的话 ソレ再上去就是ワド 所以我们把这边再呼吸一次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给 给一个声乐家或者给一个戏曲的人来唱的时候 他的声音很低 你用ドソ去演奏 万一不够低的话 就是用レラ ドソ太低了 就开始用ラミ 然后开始用ソレ 用华兜去选择 那有些更悲伤的曲子 你还可以用米西 就是用米西选的这些 这些吊飾的味道 各位老师这两首曲子 有没有什么 我们麻烦那个理事主席 再帮忙放一次 谢谢 把音档放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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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刚我们听那个音档的时候 发现邦 这个曲子一定是拿邦底 因为他比较轻快 那邦底就不可能用铜银钢拉的 你就可能选择铜银钢瘦的去吹你的支话 比较顺 也有低音 也有 就不会把那个手吹到上面去 这就是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在戏曲里面 或者音乐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笛词 它可以去转换 曲笛 邦底或者更低音的笛词来演奏 有些曲子呢 我们纯粹不唱的话 欣赏的美学的话 就用动效去代替 那个音响上它就会更柔和 好 老师这两首新调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 拉的习惯吗 我们夫妻呢 夫妻呢 老师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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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做味 有机会 我们在 大家来团圆的时候 做那个味道 做那个味道 它的味道就是你要去 你要去唱的 有时候唱得很轻快 就是入唱 计调 把它唱得更美一点 更柔美一点 好 那 鸡锅饭 跟那个炒饭 鸡锅饭 这都是我们瓜可以来运用的 那这些唐诗的部分 用客家话去唱也可以 用明然话去唱也可以 都是可以入调 用我们国语来唱也都OK 好 好 这两个曲调 好 老师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你对乐器的配器 你有没有什么观念 像刚刚我们在听那个音档的时候 三选的部分 有没有 三选 它最好就是能够调跟主弦一样 比如说喇咪的时候 我就跟它对喇咪 那我就多了一个低音 所以很不得已 就是说你的乐器 没办法去跟主弦一样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的三选寺方观 那是不得已的前行才为之 那锁锅饭的时候 就是锁了去做演奏 好 接下来我们上第三个曲子 第三个曲子 第三个曲子是超琴调 超琴调叫侧琴调 这些曲子都是属于功能性的曲调 什么叫功能性之道 就是剧琴的需要 有时候悲伤 有时候轻快 有时候花俏 然后有时候感伤 这首超琴调呢 它是抒琴的 它就一个大家归秀 它可能在思念它的如意郎君 或者一个大家归秀 那个二八家人的代字归宗 它也有这个超琴调 側琴调 歌仔细里面遇到柔美的曲子 它有时候就不用卡卡片 它就用六角弦 就跟我们南虎长的一样 可是它声音比较高亢 琴 那个舌底比较薄一点 那客家彩杂戏呢 它们遇到柔美的曲子的时候 它们也是一样 可以拉那个 那个 南虎 或者也可以拉 欧翠 就是那个 弧琴 头顶上面有一个喇叭的 喇叭鼓来演奏 好,超琴调呢 前面有那个 庚鼓 要打个肩鼓 所以那个鼓 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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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沿着这个超琴调 前面有前奏 咪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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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把前面,這是用滑兜定弦 在前面 流動 燒兜 燃燒 燒兜 燃燒 燒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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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抄前很柔美 唯美的一个曲调 遇到这种曲子的时候 其实最难的是难在哪里呢 就是长音的地方 我们这个曲子呢 其实每一句的后面都是一个长音 这时候就是考验你演奏架的功力 我们在戏曲里面 他唱的时候他唱长音 他都没有加音 可是我们乐师 我们要去做装饰 收 拉 豆 收 拉 花 收 咪 收 咪 我们就会去加一个这个东西进去 裂 咪 收 豆 收 拉 豆 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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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咪 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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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句 再回去第三堂 レ、ミ、ソ、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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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ound ミ、レ、ミ、レ、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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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 這個曲子 我們來分析一下它的結構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曲子总共有前奏不算 总共一二三四 有四行 它是四句还是两句 这个曲子是四句还是两句 知道吗 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个曲子吗 这就是第一句了 这就是第一句的上运 第一句的上运 第二句的下运 第一句的下运 第一句的下运 这个是第一句的上运 接下来又把第一句又拿来唱 第一句的上音 第一句的上音,第一句的下音 第二句 所以这个曲子它虽然有四行,可是它不是四句 它其实只有两句 就是第一句的上音下音 然后第二句的上音下音 然后再把它拿来做第一句的上音 第一句的下音 然后第二次的那个 就第一句的第二句的上音 然后第二句的下音 然后回到多 这个曲子它就这样完成了 其实它真正的只有两句 就第一句上音下音 第二句的上音下音 然后再唱一次第一句的上音下音 然后第二句的上音 再下音回到主音抖 这整个曲子就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在 我们学业的人 除了在演奏音乐之外 你一定要学会归纳 归纳这些旋律 不然够设计后 可能有一百首一千首的曲子 一万首的曲子 你学不完 你就是要去归纳 那这个曲子它很柔美 就是适合乐器 读咒 动销 笔字 或者其他的 像笔字的话 我们搭配乐团 你就统音当兜 那假设你今天一个人读咒的时候 你就选择统音当兽 因为有低音 还有低音 好 这样讲解清楚吗 我们全体来一次 我们从前面开始 前面 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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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前面的坑鼓 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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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sso的时候,dossoglil,dossoglil,mi,le,my,le,rina,so 第一句的上音 第二句的下韵 第二句的上韵 二 三 四 准备要结束了 然后给他叠一个收解 什么叫做收解知道吗 学兄 我们副长长在吗 学兄 什么叫做叠收解知道吗 收解就是 太大解那不是 修改就是没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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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劳 所以这边点一个修改 叹叹叹叹叹 然后点一下叹叹 这就做一个修改,因为这是生段的东西 我们演出完 咪雷咪雷豆湿啦 豆 准备今天窥探一下,那个情感上的窥探 咪雷咪雷咪雷 咪雷咪雷咪雷 这我们掌心六年前的时候曾经练过 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还有没有印象 当时好像是李姐有打这一个 打这一个根骨 李姐有在线上吗? 我们的李姐,小长有在吗? 有 有 李姐,你会记得吗?以前我们演出过吗? 有没有忘记 以前我们在那个建国国家宋 你演过 然后就是要带一个修改 这是属于一种唯美的东西 那下面那些歌词呢 我们把它记 我们把它入唱 记掉那个李白的春晓 孟浩朗的春晓 李白的禁夜诗 你就可以去唱 那客家的老师 你们可以用你们的客家话去唱 我们闽南的就用闽南的话来唱 然后国语的用国语都可以入唱 那绝对可以唱的 这个可以清楚吗? 可以 可以 浮琴的老师 你想要把浮琴拉得更好 你一定要学会这些声枪 他和 dein小叫 春村检新台词 春り禁谱 春兵不账修 春梁呢 春花言 春花言 春票 春花瑶 春花言 春花言 春花唐 春花曹 春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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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花唐顶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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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寸~~~ 店~~ 那這個 店~~ 入唱这些唐诗 那我刚刚有强调就是说 客家老师你们要标准的话 不要直接用客家的白话 一定要找到会念 会念那个读诗的老师 就像刚刚唱的 那也不是全部的闽南话 那是读诗的音 这样你才会 就是比较传神 语音上面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今天先教这三首 那个心调 有详细吗 大家有详细吗 签签啊 那个可以了 我们理事主席说 那理事主席你们拉琴的 就是尽量把那个生运拉出来 从这 这些其实看是简单 可是所有的基本功 都是在你平常 无情的 基本港屋里面 换把什么 这个就可以换把 还有那个功的运用 长功的运用 漫长功的运用 都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有一些装饰音 都在里面 这个是超无情调 测评调 刚刚我们讲到那个诗的部分 我在讲说不能用白话去唱 知道什么意思吗 可以直接把他翻着白话来唱 这样有时候你会被人家那个真正懂诗的人会说你不到底 那这些诗跟这些运用 我们都有发现 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牙运 牙运 然后心调没有 心调没有那个德文的问题 比如说春门不咳哮 你没有那个导运的问题 春门不咳哮 可是七字调跟嘟马调 你就不能这样子唱了 你如果这样唱 当时还会牵涉到导运的问题 这我们所谓导运就是春门不咳哮 你不要这样 春门不咳哮 这样就不对了 出出闻地喵 你不要出出闻地喵 你就不能有这个导运的问题 尤其在七字调跟嘟马调里面 都很讲究着 还有那个港欧调 那其他的心调 他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但因为我们唱唐诗 所以他基本上都有牙韵 好唱好记 这就是心调 他的作曲的精神 合情合体 旋律又很容易被大家接受 妹妹的 大概唱了三次你就知道了 好 教师我们第一堂课上到这边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 没有啊 我们刚刚对这些曲调有些老师你曾经似曾相识了 曾经听过 虽然是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在走 可是中国音乐就是很巧妙 各地方的语言不一样 形成音乐的风格也会不一样 那今天这个操琴调 假设用客家话来吟唱的话 他一样会很 就是那个古运 一样都会倒运 那我们伴奏的人 就是要跟着唱的人去做声枪的那些运味 装饰运味 唐波的老师呢 你们就是把颗粒 把每个人弹清楚就好了 有时候可以增减 so la so fa mi le mi do la le 像这个轮音的地方 你要轮三拍 然后这样 le mi so do si la do le do so le le mi so le mi do si la la mi la do mi le mi le do si la so le do so 这就是你的经验法则 在这里面你可以去做一些 那一般我们比较不去会脑筋 就是给指挥或者给鞭谱的人 他就把你鞭得很清楚了 我们第一堂课先到这边 那下一堂课我们继续来个状元调 继续完成 要给他完成 好 那各位老师 我们那个 今天 我们那个总干事 有在推说 推大家就位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声音有听到 好 老师我们今天 复习的这个 我们今天教学上面这个歌仔戏的心调 这都是经过创作的 有好多都是以前一个叫曾仲宁的前辈 他写的 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台北的河洛歌仔戏剧团 他们活跃在北部 还包括也给那些广播公司 中国广播公司 他们也有那个歌仔戏团 写了很多这些曲调 那后来 被电视那个杨梨花歌仔戏团 他们在电视上演 还有那个以前 以前那个迪钦 他们在夜清 夜清他们演的歌仔戏都唱这些曲调 各位老师 你们听音档 为什么跟我们拉的调子不能合 知道这个道理吗 你出现的老师 你看到现在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听那个音档 跟我们现在乐器不能搭配 知道到底在哪里吗 是因为要搭配演唱的关系吗 因为唱的 他不会订AE 我们现在咖咖善是订AE 其实在舞台上面 他有两个订音 这个主演 他要订CU CU 那他拉 LAMI的时候就降E调 然后他拉SORRE的时候 就是F调 就是C调 就是订CG 或者订DA 看这个 看那个剧团 他们的声音 可以唱很高的 尤其公元的话 他们就喜欢把主线订DA DA就是把主线订DA 这时候你就要换选 换比较细一点的 DA好换一换 很简单换就是换过去 换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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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那假设你是订DA的话 DOSO就是D调 然后SORRE就是G调 LAMI就是F调 我这样讲清楚吗? 高老师我这样讲 你们能够理解吗? 理解 理解 那我们在听音档的时候 为什么对不上 因为他们的主线是定CG 所以他拉LAMI的时候 是刚好是降E调 他拉SORRE的色是F调 所以你要跟我们音档对的时候 跟我们音档在对的时候 你的乐器你就要拿一把是定CG的 来演奏 然后一样 像那个我们刚刚曹娃女 他就是用抖收去拉的 然后那一首那个 操琴调 他也是用抖收 另外那个甘骨环用拉咪 等一下我们要教的状元调 也是用拉咪 你这样子才对得到 另外有一首管弦乐演出的那首 第3小波 那是管弦乐版本的 因为它是属于气乐曲 所以他演奏出来是R调 R调 所以他就不适合声音去唱 那乐器演奏声音 乐器它的音色音域很宽 所以才这样子定 所以以后你们要跟 就是有机会 我们要给人家帮 帮腔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 我咬到鞋 我拉拉咪 这样他唱起来 有时候 因为你叮AE 有时候他唱起来 可能不好唱 就是这个道理 那其他的笔子 就是要去换整套 就一系列的换 一套乐器出来 这样就可以搭配了 好 这个我们今天教的曲调 我们再从 我们再把这三首曲子 再呼吸一下 大家都可以唱起来 插咪 大家都可以唱起来 我们就用 插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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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吹的是卡拉狠,那翻關的U法多,你沒有辦法拉你就不要拉 卡拉狠,多收,剛才比較合無聲音 那假設你拉Solay的話,就很高,要不然你就拉Solay,讓其他一起可以對 我們拉Solay的好了,那Solay讓那個翻關也可以拉 可以,翻關U法多收,卡卡還沒用Solay 你好 一、一、二、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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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夹化而已 就是曲子谱上虽然是这样 我们就把它夹化 这个曹花女 这样清楚吗 主演用手的牛 欢冠就是用头手 这样就可以 把音乐就 我们就可以演这起来了 曹花女 第二首是 那个跟古弦 用辣咪的 辣咪的 好 再一次吧 抱歉 接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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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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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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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